接下来为您播出小区大事 难得一家亲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正在调解室里情绪激动的两个人 分别是朱雪亮和杨爱田 按辈分杨爱田是朱雪亮的婶婶 两家一直相处得不错 一想起自己对于对方的付出 两个人的情绪一时难以控制 过去因为两家关系好经常走动 为了显示亲近 朱雪亮和爱人小平 一直都用爹娘来称呼自己的叔叔婶婶 可没想到 雪亮的叔叔朱老二去世后 这几年两家关系处得一天不如一天 索性朱雪亮闹到了司法所 以自己父亲朱敬坤的名义 要求把爷爷奶奶过世后 留在了两母弟每家一母分清楚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实际上你出一个人买家子 在外面能带来 也不是亲眼 也不是亲眼 杨爱田的态度很明确 依据当地农村的习俗 照顾老人中老 埋葬老人的子女 才有权利获得老人的遗产 所以他认为 要地可以 但是对方必须得负担 一个老人的丧葬费 提到了钱 朱雪亮也不含糊 也开始跟婶婶算起了戏仗 这么多年 两位老人留下的地 都是杨爱田种的 那这些年的收益也得算算 钱的问题 一直半刻谈不拢 调解陷入了僵局 从今天的调解现场来看 朱雪亮和杨爱田 可以说是谁都不让谁 有点针尖对脉盲 两个人还不时声泪俱下 诉说着自己 有多心寒 有多委屈 大有将过去的种种 全部摊牌 恩恩怨怨 一次算清 从今以后 井水不犯河水的家世 杨爱田不仅是朱雪亮的婶婶 以前朱雪亮和妻子小平 还一口一个娘的叫着 可见他们两口子 当初与杨爱田有多亲近 如今两家人怎么就闹成 现在这个样子呢 过去的情分到底都去哪里了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在村子里 一提起朱家二兄弟 村里面都知道 老大朱敬坤 与朱老二家一直来往不多 关系不好 这两口子 结完你一天 有了干脑 都在出门出来 按折瓣 还从这下 按小鸡上来 你再不用我 一轮杀人我都搁到训练 我都不客 我给你个儿都不帅家 我都不帅 以后你来带我来 谁给你事啊 原来早在一九六零年 九岁的朱敬坤 便随着母亲改嫁到朱家 朱老二就是他童谱的 孕夫的弟弟 来到朱家的这些年 当大哥的 自然得为家里多分担且 那时候我十七 学那个包子里 我都跟着 有块我都跟着 我上学 你上学了 一回来都跟着 什么样的感觉 一天只六 还只七 我都干 可是无论自己 以为家里付出了多少 父母始终偏向朱老二 因为啥 他的小孩做的 自闷闷闭 我跟他当家 都自闷闷了 他难 他想到小孩传不上 他闷上背都传不上 吃不上 他不关他这名 我订婚的时候 父亲说 你订婚 你都欠账都 你都不用关他钱 就把几个朋友 合伙叫到一块 我走给家 但是 等轮到朱老二订婚的时候 父亲却大操大办 那场面 在朱敬昆看来 特别奢侈 你那时候 我弟弟订婚 你知不知道 订婚 带美人的桌 翻三番 你懂啥翻三番 翻三番就是 这一桌 吃一会儿 倒一会儿 切都 摘上心的 摘上一会儿 这会儿吃一会儿 切都 摘上心的 场面也挺广闭 我老头那里一拍 钱多了 发不过 但是这些钱 给您发不过 没有 父亲对兄弟俩的区别对待 让老大心里很不舒服 老人平时 与朱老二 在一起生活 朱敬昆 轻易不会到他们院走动 他的关系是 一直不好 一直都不好 都倘为 俺爷偏心 因为咱们 白只带 俺爷也是偏心 干货 找都安白了 暖的找都安白 这个大力量 干大头大头 只不过 这个 从这个 他心里有点气 他心里有点气 稍微 他们有点给 还有点毛病 虽说上一辈关系 处得不怎么样 但是朱敬昆的儿子 朱学亮 与叔叔 婶婶年纪 没差几岁 有着共同语言 和叔叔 婶婶 关系很近 原先 我年轻人都想得开 我人俩 旁边都还两家亲 母亲的 在闹里 努难 在这边 压乎乱 那边 跟着他 都是这样 年轻生气 婚男爹身体不好 俺大娘身体好 啥关注 给他干 朱老二和杨爱田 只有一个儿子亮亮 他们也不愿意 上一辈的关系 影响小辈们之间的交往 也想和朱学亮 出好关系 以后 他们好相互有个照应 老爸这儿 死了 一个人 他想叫 杨爱田 给他一个伴 决亮和叔叔 婶人关系走近了 自然开始看不惯 父亲朱敬坤的一些做法 爷爷奶奶身体不好 照顾老人的事情 都压在了 婶婶杨爱田的身上 看着婶婶照顾老人那样辛苦 董事的学亮 只要有空 就会过去看看 帮忙照顾 眼看着叔叔婶婶 在看护老人的过程中 付出那么多 家里有点什么事 一般学亮 都是维护叔叔婶婶 朱敬坤二大爷过世时 因为没有子女 作为朱家老大的他 承担了做儿子的责任 在农村埋葬习俗中 以儿子的身份 负责打碗摔盆 将老人送葬 按道理 应该继承二大爷的遗产 包括留下的那块宅基地 但是 当他和父母讨要的时候 父母却什么都不给他 我打碗摔粉 人家说 不给点东西不好 那么给我一件破衣裳 对不对 而且都给小孩 你都背我了 对不对 我上边那么给我一件破衣裳 我也算得到点东西 什么 啥都没有 咋不咋还不算 对不对 还不能打碗到路去咬签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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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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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人家 九条街 前来 按 按 朱老二家 他就想住了 他想住几个 他学着 咬了一下 咬签 朱敬坤不服 先走朱老二家几片瓦 杨爱田自然不愿意 和朱敬坤吵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学亮和小平两口子出现了 本以为自己的儿子儿媳来了 肯定能帮自己撑撑场面 讨个公道 却没想到 学亮和小平也纷纷指责自己 不该献人家的瓦 本来献瓦是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 没想到自家人不但不体谅自己 还帮助外人说话 朱敬坤十分恼火 与儿子儿媳吵了起来 甚至双方还动起了手 二大爷的所有东西都归了朱老二 一怒之下 朱敬坤宣布就此断绝 与朱老二一家的来往 老人的一切也都不再过问 学亮说当年自己与书沈家的关系特别好 爷爷奶奶当时身体不好 叔叔婶婶付出的很多 所以他从自己挣钱之后开始 就经常往他们家跑 帮着照顾照顾爷爷奶奶 在他们这个村 姓朱的本家不算多 朱学亮想着以后有个什么事情 还得靠自家人 父亲对叔叔一家意见很大 他一定要维系好两家的关系 两家有些什么矛盾纠纷 学亮就经常在中间调解 可是婶婶杨爱田对他有了意见 战火一点就着 屡次动手究竟谁对谁错 两家书远是忘恩负义 还是另有隐情 难得一家亲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老大家除了学亮之外 与二叔关系都不好 两家弟又紧挨着 经常会出现点小摩擦 学亮家在中间左右为难 想方设法去调解 2006年 又到了农耕的季节 学亮妻子小平在弟弟干活 学亮妹妹过来帮忙 他那个妹妹妈那个碗事的 他那个苏的一位辣子到的 他上去就结婚 这都不是码的小碗的 他爹都开始码的 码的名 炒坏了 你要出去 他去打 他儿子给他冻边的 给冻边冻边这个碗的 他跑过来 当时 除了二的儿子亮亮正好在附近 听到炒闹声就立马冲了过来 电了个茶 都去扩子 去扩子一想 阿妈起来 他有大爷们来了 我是喇喇这个喇喇哪个 喇不去 亮亮动起了手 小平婆婆和小姑子都受了委屈 一怒之下报了警 小平没了主意 赶紧给学亮打电话 我打电话 你要我作为中间 我作为一个完美 你要这个事 我应该如何去压护 我专入前 密格面子 直接回到家 回到家 我走派出来了 报警了 我给你派出来了 讲解讲解 我这家屋是 比丁亲丁两个个气了 在游兵看安平 我能先走了 不想事情 越闹越大的学亮 声称是家务事 自己能够解决 将民警勤走了之后 赶忙去医院 看望母亲和妹妹 我一看 在两个钟 他们的小儿眼 看给他住了 给他住三千 我不要给他住 住把三千 花了一千三百万元 为了尽快解决 这场家庭纷争 学亮找到了叔叔 朱老二 他花一千万元 我拿七百万元 掉下来 玩家也不做 我走路过来 装两千万元 我给你垫上六百 咱们也不做 我现在咱都不做 玩戏也不做 咱把这个事 想回去 叫他出养 回来投了 是不是 朱学亮想着 自己偷偷垫一部分钱 说起来医药费 叔叔这边也掏了 自己母亲和妹妹那头 也能有个交代了 可是学亮的母亲和妹妹 并不买账 他们觉得 学亮支走了民警 没有给对方惩处 认为学亮和小平 分明是胳膊肘 往外拐 他为了 我妹妹一步到现在 都不理我 不给我算 意思是 我给你干活的 我爱打了 你还给你 而另一方的朱老二 和杨爱田一家 却觉得自己也受了委屈 亮亮始终不承认 自己动了手 看在学亮的面子上 为了稀释宁人 朱老二按学亮说的 掏了七百元钱 但是后来 听说老大家医药费 给报销了不少 当初和学亮说 他自己一充足 花了一千多 他自己从口袋里 那是报销了 什么呢 哎 报销 报销 报销嘛 他把问 当初和学亮说好的 两家共同承担医药费 如今报销的医药费 却一点没退给自己 杨爱田开始怀疑起学亮 对自己究竟是真情还是假意 我给杨爱田一个星期 我两千万钱我花了一碗 一分钟 唐红费的事 他如果我给他买一次 大难以后 朱老二的身体就一直不是很好 杨爱田觉得都是朱敬昆一家气的 2010年朱老二因病去世 唐帝亮亮还小 相当的一切事宜 都是学亮操持 你还考虑有谁 那我教你 我全讲了 他们教你 从来 他们有什么 我不考虑得多 我哪一个人 都安排到他 不管亲妈 不管 一目不一目 不管哪个人 都在两家而已 啥事 他们坐下 我站中间 此后 学亮和杨爱田一家 又和好如初了 杨亮作为叔叔 唯一的儿子 他的婚姻大事 朱学亮自然也要帮他张罗 人们常说居家过日子 哪有舌头不碰牙的 何况 本来关系就一直不好的 朱敬昆和弟媳杨爱田 好在有学亮 一直在中间做奴隶 两家人 才没出什么大乱 现在 叔叔家 唯一的儿子亮亮 也娶上了媳妇 朱学亮肩上的担子 也轻了不少 可是接下来 却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让他始料未及 唐吉亮亮 风风光光娶了媳妇 可是小平却说 打这之后 婶人杨爱田 或多或少 好像有了些变化 两家的关系 开始变得有些微妙 晚上弟妹雅杰去医院生孩子 雅爱田居然一点口风都不吐 小平觉得这是他不把自己当亲近的人了 而杨爱田却说 这绝对是个误会 生孩子当天并没有到预产期 是雅杰早产了 所以才没时间通知学亮一家 村里人都知道自己和杨爱田关系近 可是生孩子这么大的事 都不找自己去帮忙 小平心里瑟瑟的 心里别扭 但是没明说 两家还维系着表面上的好关系 当时学亮和小平家里正准备盖房 宅基地有个大坑需要填上 想来想去 决定去亮亮家一块荒地上垃圾车 可没想到遭到了亮亮的制止 安了个兄弟去了 谁来拉我一面 我一面 我一面 他死的 因为他干嘛不干 去楼 他比如说 人有关系跟哥的真心 你不看 不看人烧 你不看哥的面子吗 是不是 他装了哥 我装了 回家撒来我的事 我那撒来你的事 那我要进来啊 借你个钱 给你添一向用 不得把这钱装吗 你钱不能装 据杨岩田说 亮亮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雪亮拉图 根本没有跟亮亮打招呼 在秦才天 在原来 你全能用这个 我没多 我给你添一向什么 全能用上 你都上 你去上哪里 你不能原来 我给你添一向 他去逛 尽管拉图 我给你添一向 呼吸拉我 我给你添一向 在土地嘎嘎嘎嘎嘎嘎嘎 是吧 他都想到 他一辈子 一辈子给你干 抢一辈子 他都不敢给你 他都不敢 你都错了 雪亮却说 前段时间 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清清楚楚的 和雅杰爸爸 提起过拉图的事情 那个亮亮 他开还水 他老开还水 那中 清晓能搁拉了 能搁拉个塞 都到油上 拉吧 平平 你还好容易 这都在水 我还有他妈 还有他爸 都不知道 他不说 他是给俺 哪边 把水 咱爸也不给他水 咱爸也忘了 吃饭的时候 都能水 都能去拉 肉不给他水 去拉 不是外人 要给他拿 拿到那儿 还用水 量 几车土 是不是 学亮和小平 没觉得杨爱田一家 是外人 认为拉起这土 没什么大不了 可他们的行为 却让杨爱田一家 心里都特别不舒服 这分明 是不把自己一家人 当回事 类似的事情 其实早就发生过 我刚才改方 叫人家 不然 不然 我三不个月 晚上一家 前后家 有元 不可以 我也是 三不再能回 我又不问他 怎么办 等到 我都没看 杨爱田一家觉得 朱老二去世的早 自己一次一次的忍让 换来的 就是学亮和小平 加倍的强势和霸道 实际上也就是 有点解体发挥的意思 有点想 就是借助他 拉住这个事 不满意 然后 等于把心理变得 给圆起 给发现出来了 所以这 毛子 就这样爆发了 主杨 给这件事 然后砍弄他 其他的事 我就不知道 我也不给他接受过 他不愿意低头 作为新进门 刚满一年的儿媳 雅杰来说 自己进了这个家 受到过 哥嫂的照顾 也特别感激 但是 他也绝对不能容忍 自己家 就这样赤裸裸的 被欺负 过了有一天 和两天 那时候人家来 直接家的 有俩生 我来过来 跟他生 我来过来 睡觉 叫他爸去 给他配个衣服 是吧 你拿来 俺的图 我去给你配衣服 不是俺拿来 你拿来 我给你配衣服 是俺引擎的 是吧 你拿来 我去给你配衣服 你不是现在太霸道了 那梁梁汉 就是心理想理解 就是 他哥不够准统的 坏人时 他哥就是强 就是汉文 不是说 没他父亲的 他哥这样 罗汉 就是有点强 是他们母子的意思 事实上 他哥 可能学长也 没那个意思 但是双方 没沟通 然后就双方 产生这个误会了 梁梁没有向大哥道歉 只是不断去家里 邀请学亮 去参加孩子的满月酒 盛怒之下的学亮 自然不肯去 回来了 听不过两天 他该带开了 他就来叫我 叫我扎路 哥 去了把猪杀 你想我去了 我会给他 扎这个猪杀 大家都没有烂 是吧 既然小孩带给你 都不烂是吧 这事很明亮了是吧 就不想跟他烂是了 在当地农村 人情离往的事情 都不参加 说明亲戚关系 基本不准备走动了 看着孩子们 与学亮一家动了真气 杨爱田心里 开始着急了 没啥事不想 有啥事 你是带着还是见面 不是想想我 这人 光与托尔工 随便随身 用点 帮我帮我帮你吧 借着学亮盖房子的机会 作为长辈 杨爱田拿了四千元钱 到学亮家 算是给他家盖房 提供点帮助 希望他能收下 也就代表着 两家的矛盾 有所缓和 他在他一家 他有四六十七万 他只能四十六十七万 他一共几 学亮气没消 在他看来 亮亮说出那样的话特别伤感情 坚决不收杨爱田的钱 当年爷爷奶奶去世 留下两块地 为了给他家增加点收益 之前一直由他们种着 自己一直关照他们一家 反而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既然自己对他们多好 人家都不领情 如今还是彻底算清楚的时候了 当年为了照顾叔叔婶婶 甚至对于爷爷奶奶两个人的弟 朱学亮都做通了父亲朱敬坤的工作 让他放弃耕种 为的就是给叔叔婶婶增加点收益 可如今学亮想不通 自己一直照顾的兄弟和婶婶 为什么会突然翻脸不认人了 眼下既然两家人没了情面 那就得把该算的都算清楚 属于父亲的那一亩地 朱学亮也要替自己的父亲要回来 为了征地想尽办法冲突不断 调解现场各之一词互不相让 关于这一块儿嘛 他祖愿他帮他祖美的台 他花一杯可以 我心里都会给他 心情伤口如何弥合 难得一家亲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朱学亮以父亲朱敬坤的名义 向阳爱田要属于奶奶的那一亩地 阳爱田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 这么多年 独自伺候卧病在床的公共啄破 杨爱田有着很多的心酸和委屈 自己付出了那么多 为什么老人留下的地 还要给不孝顺的朱敬坤 为了掌握住老人留下的这块地 杨爱田把地租了出去 可不料 学亮一家居然找到了租户 警告对方不许他种庄稼 没办法 杨爱田只能把钱退给人家 他保护你 他叫你爹上来楼上 楼上是今天就给我打个家 我爱保护你 几下几百块钱 听说家里的地被学亮家 种上了玉米 在外打工了人籍雅杰 一下子火冒三丈 马上坐车赶回家 雅杰去找徐亮理论 没说几句 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 情绪激动着雅杰 拿起了一块砖 看着村子西头 听了几辆车 还吓了几个小伙子 学亮暗自觉得情况不妙 掉头跑了 但地面雅杰却说 其实当天没想跟他动手 只是想吓唬他一下 学亮发誓 一定要要回 属于自己奶奶留下的地 2014年开春 听说杨爱田 又要去离那块 存在争议的地 学亮和父亲朱敬坤 赶忙过去阻止 一来 他不能拿着 他两个人就打 两个人就这样 一个在车里 一个在车外 撕扯起来 自始至终 朱敬坤都不承认自己曾经动过手 就是怕被杨爱田 扭住 才连车都没下 大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但因为这一亩地闹出了种种纷争 村里已经人尽皆知 两家人谁都不让步 与其说是争地 不如说是为了争口气 朱家这一次又一次的冲突 在村子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大家都背后议论纷纷 朱敬坤与杨爱田两家人都在气头上 为了在村里树立自家的微信 向大家证明 在这场土地纠纷中 自家不仅是站立的 也是最后的赢家 双方都僵持不下 一方说你想要地 可以呀 但是我得先给你算算老人的丧葬费和赡养费 另一方说掏钱可以呀 那你得先拿出这块地这么多年的收益还给我 另一方又说 好 你要算清收益 那么咱们该清算的就多了 索性这地我也不给你了 这看似无解的结 该怎么解开呢 还是看看我们司法所的调解员有什么办法吧 双方情绪激动 谁也不肯做出让步 调解员决定先背对背调解 杨爱田说 之前觉得只给一个老人的丧葬费就可以了 当年埋葬婆婆自己大概花了六千元 想要回婆婆留下的地就得把这笔钱还给自己 但是由于自己被大哥打 一千多元钱的医药费老大家也必须一起赔付 六千元钱 诸学量都觉得药价太高 如今金额又增加了一千元 老大家自然不同意 调解陷入了僵局 通过几天的接触 调解员们发现 调解本案的关键人物 除了杨爱田和朱学亮之外 还有杨爱田的儿媳雅杰 他儿媳妇确实在这个 冒阵局闻调解中 长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新把他架到这个甲利来 称了这个甲利分支 他婆婆 也看到这个调解的过程中 也是对他儿媳妇的意见 也是非常忠实 他儿媳妇的态度 对这个案件的调解 其实很关键的作用 于是调解员开始深入 做雅杰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调解中 也对儿媳妇 雅杰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进行全杰 进行守护教育 他呢 他哥 修梁 他的烧 这个消瓶 原来在木材 在雅杰没有果闷 没有果闷 那一支剑 他们给 给他和我 给他 给他 这个家庭 把他做一发梦 结果幸好 对他们贪婪以后 他实际上也有什么认识 最后 他替主 给他做的 买这工作 让我 通过几个小时的调解 说和 雅杰也起了关键的作用 杨岸田同意了儿媳妇的意见 不再讨要医药费 他 习乎去 还做这个事 我也 对外人 他 在这 往后 我拿了 他 我 我现在 咋子做吗 我还 懂 我还 照他 打个钱一支 他 在 懂 他 他 他 我 我 反正 还是 跑不了 越来 管人 话里话外 杨岸田心里始终把学亮当成一家人 调解员把这些话告诉学亮时 学亮也特别激动 他 谁在他 我学亮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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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在调解员的努力下 学亮同意 给婶婶杨爱田 五千元钱 杨爱田也同意 将老人留下了一亩地 交给朱敬坤和学亮管理 雅杰也表示 等亮亮打工回来 一定让他去当面给大哥赔不是 一家的亲情终于又找回来了 家庭中出现的矛盾 如果不及时进行的化解和解决 往往会 一样成大的矛盾 或者纠纷 甚至养成血爱 所以正是由于我们基层的司法所长和人民调业员 把这些 所谓的小的矛盾 小的纠纷 给一一化解了 我们的社会 才更加和谐 调解结束了 在调解员的努力下 两家达成了一致意见 朱薛亮现场给了钱 杨爱田当天给了地 调解员帮忙 量了地 两家眼下估计是再没有什么可争执 可当初两家人都想要争的那一口气 争到了吗 如果说这就是他们想争出来的那一个结果 那么谁又是最后的赢家 又有没有赢家呢 感谢您说看今天的小七大事 我是七夕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七夕老太身患重病 儿媳却不知所踪 丈夫离世 无依无靠 艰难生活 让她有苦难言 耕地纠纷 重燃战火 是婆婆不对 还是儿媳无礼 她说你们得踏出的 都是过那个强势啊 就帮过妈的去 委屈的婆媳 小区大事下周播出